在现如今的社会 整容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 修眉 割双眼皮 垫个鼻梁 小小微整一下 都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范畴 而且每个人都有追求变美的权利 整形更是给那些 相貌不是特别优秀的人 一个变美的机会 但是凡事都讲一个度 适当整形可以养眼 过度整形就变成惊吓了 在日本 就有一位新二代极具迷恋整形 而他也依靠瓷娃娃一般的面孔 跨身于日本的娱乐圈 更重要的是 他本人却完全不承认自己整过容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日本整形狂魔 故事的主人公叫做桑田姜思 虽然他很喜欢大家叫他马特 但我们还是叫他姜思吧 在说起他的故事之前 大家可以先看看这盛世容颜 大到比例失衡的眼睛 小到无法呼吸的鼻子 还有因为脸太小而显得异常大的嘴巴 说实话 我唯一觉得脸小到和脖子一样宽的 还是几年前爆火的韩星金秀贤 但是金秀贤的五官比例都很正常 甚至脸小还成为了他的加分项 而姜思同学惹眼的眉毛 开眼角与眼瞼做的都比较失败 再加上非常细腻且没有丝毫毛孔的皮肤 明显整容过度 稍微了解整容行业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整容可是比不菲的花销 能支持姜思这么大刀阔斧的整容 家里底子肯定不差 姜思的父亲名叫桑田真成 他在日本棒球界享有非常高的名誉 被日媒称为日本职棒独卖巨人队三本柱之一 与清源合博组成一头一野的KK搭档 从1983年并称起PL学院高校在甲子院时代的霸业 之后成为日本棒球队的知名巨星 在日本运动员是非常受尊敬的 工资收入也非常可观 尤其是以桑田真成这样的地位 在日本也是妥妥的富豪级别 再加上多个名号加持 虽然大家可能对这些名号不太熟悉 但简单来说 就是桑田真成在日本棒球界的影响力极大 如今这位体育巨星早已退役多年 可他还时不时地登上日媒新闻 而原因就是他这个沉迷整形的儿子 桑田家族血统中虽然没有外国血统 但姜思却有混血而斑的立体五官 和外国朋友在一起时 完全看不出是个日本人 因此很早以前都有不少网友猜测 姜思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整容了 因为从姜思最早期的照片来看 他的长相很普通 很符合东南亚人的长相 完全没有混血的特征 之后他也有参加一些日本的综艺节目 虽然真人长相和他发在社交媒体上的 有很大差别 被广大日本网友称呼为照片 但混血感还是没有那么强 包括他和父亲桑田真诚的合照 还是能看出是一对父子 并没有什么怪异感 但是自从2017年爆火以来 姜思的长相也如同数码宝贝里的数码兽 开始不断进化 最近半年 姜思忽然从迎平中消失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这也是父亲桑田真诚最安静的半年 然而消停日子没过几天 姜思再次卷土重来 而戴会迎平的还有他那精致的 如此娃娃般的面容 这次 年仅26岁的姜思 也在综艺上刊登了自己从2017年到现在的照片 虽然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前后如此大的差异肯定是动过刀子的 但姜思坚持否认自己整容 甚至他还解释说 自己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容貌差异 都是因为非常注重保养 他表示自己只会定期中睫毛染霉 到皮肤科使用仪器保养肌肤 而且为了应对家里突如其来的访客 即使不出门 他每天都要带妆在家待着 而且每次化妆都要花上两小时 节目中他还畅谈自己的保养秘诀 供大家学习 希望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拥有盛世容颜 说实话 这一段慷慨激昂的陈词都快把我说动了 但看到这个差点开到鼻梁的眼角 薄又丰满的嘴唇 比巴比男友King还要塑料的面容 对不起 我实在无法相信你的保养秘诀 单看照片 你说他是个假人 我都相信 而这次综艺上的爆红 也为姜思带来了极高的流量 有多家日本杂志社媒体联系到他 希望他能出面拍摄广告照片 姜思在轻挑细选之后 选择了一家叫GQ的杂志媒体 并拍摄了封面照 从封面照中也能看出 姜思的整容成果 他已经成功地把自己 从蛇精脸进化成男性真人巴比了 甚至最近 他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一张 自己去剪头发的照片 网友看后不免惊叹 原本以为理发师 在用假人练习手法 没想到是姜思坐在那里 我相信 如果姜思继续这样进化下去 哪天他真的用假人 拍了一张照片上传 恐怕网友们都以为 那是姜思本人了 很多小伙伴们可能会有疑问 姜思这么沉迷整形 难道他的运动员父亲都不管管吗 别说 桑田真诚对于这件事 不仅不反对 反而非常支持 姜思是桑田真诚的小儿子 所以非常受宠 正好家里又非常有钱 所以姜思从小到大的生活 都可以用奢华来形容 根据姜思在综艺中自己爆料 他的小学距离他家 只有五分钟的车程 可他父亲依旧每天坚持 开车送他上学 日本的交通是非常发达的 新干线贯穿了整个日本 地铁也设置了非常多的站台 但姜思直到高中前都没有坐过地铁 原因是他不会坐 没有人教过他 后来还是他15岁上了高中之后 在老师的帮助下 姜思的双脚才第一次踏到地铁上 如果父亲桑田真诚 有事早晨不能送他 姜思会选择乘坐出租车上下学 日本的出租车价格非常昂贵 即便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姜思也不想多走一步 所以每天他乘坐出租车的费用 大约是两万日元 折合台币是五千多 最初 桑田真诚希望儿子能子承父业 当一名优秀的棒球运动员 所以姜思也有过六年的棒球经验 可他实在不喜欢这项运动 于是还故意把自己鼻子弄出血来 求得父亲同情 作为自己的心头肉 桑田真诚也赶紧让儿子转行干其他事业 对于姜思来说 他对于做模特拍照片 写音乐等舆论活动比较感兴趣 有时他也会在社交网站上 分享自己的美妆技巧 比如登上综艺的契机 就是他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小丑妆容 至于父亲有没有在背后推波助澜 这个就不好说了 而关于整形 最开始桑田真诚是非常反对的 因此父子俩在家里也经常发生争吵 但看到儿子因为整形而爆火 再加上儿子又喜欢变漂亮 当父亲的也做出了让步 直到后来公开支持 至于姜思在整容上豪制多少资金 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整形 这个数字无法估量 但我们可以将他与其他整形狂魔 做一些对比 比如日本另一位芭比娃娃 名叫做松田林 先不说别的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盛世美颜 一张小脸上 感觉五官都快放不下了 而且光是眼睛就要占到整张脸的三分之一 而且除了脸 他的身材也非常不科学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大家在超市里买的芭比娃娃 不过他也承认 就是按照这个方向整的 但是松田林三年前 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姐姐 脸非常自然 身材也没有现在那么夸张 如果从他社交媒体上发的照片 屡一屡变脸时间线 感觉每一张都是不同的人 而另外一个因为过度整形出名的网红香夹兰 同样热衷于把自己整成法国娃娃的样子 这位有钱家的千金 前前后后共整了一百多次 在整形手术上就花费了超过两亿日元 这是他整形之前的画风 虽然不是非常漂亮 但也是个干干净净的小姑娘 直到两亿日元砸下去 他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这么大的眼睛 真是害怕他的眼珠掉出来 而且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小薇身边的朋友也几乎是青一色的大眼睛 锥子脸 这些人能豪持上亿资金去整容 多少都是有些家底的 而早些时候 日媒曾爆料过一名叫做艾伦的日本人 因为没钱整容 他选择被六名金主包养 在用包养赚来的钱拿去整形 前前后后共花了一亿日元 而日媒也称他为迷之整形男子 艾伦原本的样子其实蛮帅气的 无关非常端正 但在一次次的整容手术后 他渐渐变成了大眼锥子脸 而且因为不断对自己面容的否定 只能一次次的整形 现如今的艾伦已经变成了日本综艺中的蛇精脸代言人 所以综合来看 江丝在整形上豪质的钱 保守来说没有一亿 也有八千万了 其实 续度整形无可厚非 只要做足充分准备 找到专业靠谱的医疗机构 想要变成更符合自己审美的样子 也没什么不好 但是像江丝这样整容上瘾 还自己骗自己说没有整容的 不光容貌审美有问题 其心理状况也令人担忧 因为说谎的最高境界 就是把自己也说信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江丝这种病态的整容行为 是什么看法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